哈喽 观众老爷们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拍摄环境 我们现在这个看着有点简陋 但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不简陋 我要打算给自己的电脑升个级 我们面前摆着这台电脑 有些老观众可能知道 这个是Match集合3.0 ITX小核弹5950X加3090 当年最强的配置 哎呀 但是用了两年之后呢 我感觉这个配置有点过时了呀 哎呀 落伍了呀 这电脑不能用了 玩个扫雷都卡到不了60帧 三星工艺的东西能用的吗 这是过时产品 3090已经不行了 算个这个色图都不行 哎 你还别说 确实 这个东西算Novo AI 居然要花10秒钟的时间 哇 太慢了 不能接受啊 哇 我一定要换4090 以前陪我装机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 但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咱们这个40系卡呢 装不进这个机箱里面 简单的 换个机箱不就完了 以前陪我 把这个机箱拿过来了 我跟你说 装完以后 可能都看不出来你已经换电脑了 换了跟没换呀 那我们这次新换的机箱呢 是来自联利的A4 HRO 我先问你 你这机箱是新买的吗 是新买的 为什么已经有划痕了 对啊 这个上面就是开箱计划痕 这么差劲 就是联利的品控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才是真品 这个对吧 这个是真货的 我懂了我懂了 每一台机箱都足以无二 正品 正品的验证 这个机箱虽然说比之前小了一大圈 但是它是个A4结构 所以说呢 它可以装下 4090 CPU 13900KS 照英海尔票的 我还带163900K呢 我哪天把它这个抽出来 哎 你 什么意思啊 简卡嘛就理所应当了 对吧 4090 这个卡我只能说是平平无奇 我是不是得把我们办公室里面 那个RTX6000拿过来才比较 哎 那个才是好显卡 这什么东西 显存才一半 哎呦 垃圾 24G显存不够用 啊 嗨嗨嗨嗨嗨 啊 这次用的主板呢 就是这个 Z790-I 啊 这是ROG给我们接规手票的 哎呀 这个ROG的主板帅还是挺帅的 那还用说嘛 哇 小巧可爱 小巧的也很可爱的 特别可爱啊 有一个小提示啊 我的Z690-I呢 它这边啊 还有三个圆圆的接口 哇 这个主板没有音频接口的嘛 哎 有没有意识到什么问题 哦哦哦 是不是要接这个 你把它打开看起来了 哦 是 就是这个 哦 所以意思是 这个主板的音频口 得接这玩意才能用 这是你的昇卡 所以它的优势在哪呢 优势在 能不能给我看看 你这次弄的是什么内存 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给你看内存嘛 能上8000吗 应该是挺强的 这是芝琪的这个 幻空戟 这是6400C32 为什么你会用一个这么低频的 哦 这是32GX2 对 这是64G的内存 我想ITX用户最大的一个怨念 就是我搞不了那种大型工程 因为我只能装两个内存 你内存容量不够 对 我们把这个水冷拿上来 这就是你买的水冷 我买了一个1K的水冷 这个水冷确实挺好看的 停停停 暂停一下 我是来自蔚来的云飞 专门回来警告各位啊 这个水冷是塞不进这个机枪的 它没有些花里胡笑的那些装饰 我买这个不为别的 因为大家都喜欢搞RGB 你看你们厂商都喜欢搞RGB 我也搞不懂这个 丑不拉RGB的 那我就想弄个纯黑的嘛 反正我也不想发光 会不会是图片仅供参考呢 下下来就知道了 反正我觉得1K的审美 我还是挺放心的 那确实 然而塞不进啊 电脑嘛 缺个电源 所以我搞了一个 ATX3.0的SFX电源 那就是追风者的一个 850W的白金的一个电源 这么小一个 SFX电源嘛 那不然要多大 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缺个硬盘呢 对 缺个硬盘 硬盘嘛 我们就不换了 这上一台机器是装了 两块两T的SN850 这我记得 没有任何换的必要吧 好像是啊 那我们就开始装机 好 开始 尴尬 这个机枪好开的 但是它比这个N-Case 要稍微多一步 给你一个螺丝 往外办 你来 往外办 哦 拆开了 电脑任务 行行行行 滴血认主是吧 你能看到它的风扇位在哪吗 上面这一块吧 这个就是 它这次这个风扇位 还做了这个保护 这是我第一次捡 呃 这里还有个问题 因为这是A4结构的机箱 所以我们必须先把水冷的扣具装上去 哦 来 把水冷给我 哇 这包装看着有点意思 这个好啊 看起来 好看还是EK好看啊 那确实不错 这个做工看着也很精致 它还附带了一个所谓的安装螺丝工具 就是这个东西 它有个花键 你看啊 它这里面有个花键 然后把这个花键呢 嗯 它这个花键好像要这样才能装得上 那我觉得我还是不用你这个什么 好像有点不好装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冷排 我们要往哪边走 磨也给我死了 嘿嘿嘿 刚才就让你撕磨你不撕 我撕 嘿嘿嘿 撕磨 爽的一体 这保修的会不会给撕掉了 哎呦 真撕掉了 不是吧 这 这 哎呀哪个哪个脑摊设计的 把这东西贴在这个 保护贴纸里 哇的个妈呀 这 你的条码已经没有了 你这个水冷已经失去了质保的资格 等一下 标签损坏不予保修 我看 是是是 啊 损坏了 你看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张标签是不死的 哇 怎么有这么蠢的产品啊 哈哈哈 把保修标签贴成保护膜 我去 怎么 爽的一批 这不搞我吗 来 云飞 你看这个螺丝孔 这个地方 看到没 啊 这个太 这做的太糟了 做工拉垮呀 这个 我不得不非常开心的通知你一件事情 你这个EK水冷的计划泡汤了 这个东西不兼容是吧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怼一下 限高 不好意思 装不上机箱盖吧 过不了限高 我操机了 换水冷的 啊 你这个水冷 这次买的不会再有问题了吧 嗯 断上来看看吧 这是我们 等了两天时间 终于是又买到了一个水冷 就我跟你讲 我要找一个没光的那种水冷 对吧 那种精致风的水冷 特别难找 那你为啥不买个有光的 然后把灯关了呢 你说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呃 第一印象很好 因为它不用撕这个是吧 它的标签至少是没有在保护贴上的 哇 这比EK强 那我再看一个东西 看有没有比EK好 来吧 哦 它的螺丝孔都是一样大的 不像EK 一个大一个小哦 那继续之前呢 我们要干一件事儿 就是把这个主板上自带的风扇给拔了 这个主要是为了安静啊 尤其是Z790i的主板风扇 它是不给控诉的 你把其他风扇的转速拉低之后 听到的就全是这个小风扇的噪音了 考虑到我们不超频 根本就不用担心供电发软 毕竟13900KS能够跑抹屏都已经不错了 所以我们就干脆把这个风扇给拔了吧 接下来我们把它抹屏 我是一个粉刷家 粉刷本领枪 正常的规矩是 我们要在它湿的时候 就把它压上去 嗯 但这个硅脂刚好相反 我们现在得去吃饭 我们要等它干了以后 我们才能再装 哦 还有这种特性啊 因为它是一个相片材料 相片片是吧 这个里面是溶剂 它相当于把相片片给和在里面 完了以后 我们要等它变成一个相片片以后再上 行 那就等吧 不然的话开机就要开始烤机了 行 那么在涂好了硅脂之后 这个装机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了 我们装上散热器 装上电源 然后再把这个显卡给装上 花点时间把这个线给理得干干净净的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咱们总算是把这一台ITX的小核弹给装起来了 怎么说看着还是挺狠的吧 好了我们的电脑已经装完 成功点亮了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CPU和显卡对吧 已经显示出来了 但是啊 我觉得有一个很必要的 那我们要去做的 风扇调校 你们现在可以竖起耳朵听一下 来 它进去的那一瞬间就会 是不是有一种海浪的声音 对对对 那这个呢就是在你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的一个风扇的噪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点这个处理器稳定度 这功耗已经接近了300瓦 然后温度呢也已经达到了9596度 那CPU风扇已经拉满了 哪怕在待机的情况下 就已经高达这个1800转 它这个风扇呢用的是GT2150 那这把扇子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即使是我们把手动降到最低 它的转速依然还有900多转 那么我们机箱里一般用的12厘米风扇 完全听不到声音是要控制在700转到800转之间的 我先给你们简单讲一下我要用什么东西来调 这个呢是华硕的Almonary Create 它有一个Fun Expert有一个功能 我们运行一下它的风扇调教 就是自动给你拉一个风扇的曲线 对 调教完成了 好你会发现它多了一个选项叫极致静音 打开之后它会在本身已经低到10%的PWM以下 再给你分出几档来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由的把它的转速控制在 比如说400转了 完全流行 当然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会手动去拉这些曲线 它其实给你了几个选项 然后你可以直接用 对大多数用户来说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我连水泵的声音都不想听到怎么办呢 AIO Pump就直接可以拉低 对拉到比如说48度以内相应的 我会倾向于一旦到达一个门线的时候 比如说我会平常设在60度 然后60度的情况下我就会直接让水泵满载 因为到60度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在开始干重火了 满载也不会比风扇的声音 那CPU风扇这边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AI Cooling 就是一个自动风扇超频功能 云飞的电脑嘛 就手动挑一下 那么待机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放在大概700转的样子 那如果说CPU已经到了80度以上 那么就放心的让它满载好了 因为80度常见的情况实际上是突发短时间的那种 这时候就要用这个功能了 我们可以把它的风扇加速时间变慢 对就是说加速时间往回调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设的这个80度的话 它不会一下子疯涨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电脑安静呢 还是有一件事情必须得做 降压 要么我们在降压之前先给大家跑一轮 我们先来看看基准 咱们先抛开噪音不讲 我们把风扇和水泵直接拉满 CPU风扇直接是2300转 这个水泵是3200转 这个是瞬间破百啊 330瓦 我的天哪 这成绩还是拉满了的 这个到了4万分的这个水平 接下来我们就试试看降压 好 那我们今天用一个稍微简约一点的办法 来控制这个CPU的电压 现在要利用一下主板的这个防吊压功能 好 我们平常会在超频的时候 让你们把这个防吊压 开到相对比较高的档位 但是今天呢 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要开到比较低的档位 低档位防吊压 也就意味着呢 我这个时候会让它在单核 或者低附载的情况下 电压跑高 然后全核的时候电压跑低 对这样你就可以兼顾到单核和全核的稳定性了 那么我们全核跑的时候呢 就会是5.6G核 对吧 然后小核呢 我们先把它超到4.5啊 4.5 意味着这颗CPU的小核相当于两颗9700K 保存重启 它是不是可以上4万分呢 我觉得会非常轻松 真的吗 假的 超过头了 可能电压没给够 我觉得会非常轻松 为了能够稳定的跑完 我们直接提到1.5 4万分 超过了4万分了 这个就调一下电压对吧 就已经是可以过4万分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干嘛 5.6G核的情况下不是很稳 刚才咱们跑的是223 你现在要跑什么 25啊 突然间要跑25了 什么情况 因为我是个复古的人 哎 R15过不了 其实12代和13代这两代有R15的压力是比R23要高的 所以如果我平常发现我的CPU如果R15过不了的话 我就会选择去降一张频率 我们决定选5.5这个频率点 这个情况下我们的CPU功耗已经降到了250多瓦 重点是你看温度 它都不到90了 它都不到90了 然后现在就给了我们空间去干什么呢 去调光纤 然后让它待机的时候呢 哇 世界都安静了 世界都安静了 好了我们已经调整好了风扇曲线 看看能不能在保持4万分的情况下 让它以安静的状态运行 哇 安静多了吧 安静多了 现在是满载状态啊 这完全听不到啊 4万1千分 4万1千分 还更高了 没错 还更高了 4万1千分 其实我跟你们讲一个小tips啊 水温或者说鳍片温度 要比你把风扇开多高转速更重要 现在调完了这个降压之后 再调完风扇之后 CPU基本上是270瓦 然后我们的这个声音 基本上是听不到 对吧 也就是说你可以又安静 最后风数还更高 好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脑 算是圆满成功了吧 调教也已经算是调教完了 所以说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云飞了 好 既然CPU和风扇 这两个最重要的东西调教完了 显卡的话说实话 4090的这个散热是过剩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 随便跑点东西看看性能 我这个人平时不太有时间玩东西 可能也就每天上线个原神 这些认三让我不太满足一点 就是原神有时候会掉下60帧 解锁帧率之后 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无卡顿的跑足4K120的 这次换了13900KS之后 我哪怕是要求比较高的虚弥 也可以轻松的跑上4K200多帧了 让我没有预料到的是 拿这个U代4090 静态下居然是可以几乎吃满显卡的 这是我之前那台机器 跑原神从也没见到过的 当我们用夜栏放技能 或者是跑图加载的时候 CPU瞬间沉压 终于也是出现了一些瓶颈 稍微掉了点帧 但仍然可以一直维持在200帧以上 丝滑流畅的运行 最重要的是它听起来没什么噪音 玩了半小时下来 CPU基本上是70多度 最高接近80度左右 显卡控制在65度以下 游戏的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我最近还在玩的一个游戏就是生化危机4 这个在我这台新电脑上 4K全特效开光追 基本上是可以跑到平均120帧以上 体验还算不错 但有一说一 这个优化其实没有生化危机8来的好 我平时还用到性能比较多的就是AI画图了 这台新电脑 AI画图有多快呢? 我们跑了512×512的图 你看 2秒出图 哇操 真的是快 再出一张 又是2秒钟 哇 这个牛逼啊 哪怕我们直接出1080p的图 甚至都没有什么人会这么干 但是它是跑得动的 也只要十几秒钟 2秒钟出512的图 只能说4090的威力还是非常大的啊 我前两天直播的时候还看到有观众讲 说自从我换了4090之后 我那个抠像都抠得更干净了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感觉像是哄我的 对吧 毕竟换了新显卡嘛 总得用出点区别 心里才舒服 对吧 其实显卡如果还有闲心的话 到时还能调一调曲线 进一步往上探一探高频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已经没什么必要了 毕竟4090的性能对我来说是有点过剩的 再去追求疼疼的能效 其实对我的体验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基本上把CPU和风扇搞完之后 这台ITX的小核弹就差不多了 顶多我哪天闲着的话 也许可以调一调内存小餐 压压实续 但是这个事情就不是几个小时能够搞定的了 反正接下来两年时间 我估计就得和这台电脑打打交道 对吧 每周六的直播基本上也是用它来播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卖去集合4.0了 一台非常明智地放弃了分体水的ITX核弹电脑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挺有意思的话 别忘了给我们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频道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 看一看我们的各种周边啊 鼠标店什么的 虽然这个4090的价格有点贵 但是我们店里的4090T恤只要69元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门道 可以买一键支持我们一下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